都说世界大了无奇不有 这不最近周女士身边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要说周女士呢也算是个老司机了 已经有七年驾龄 这辆车也跟着她有几年了 周女士对爱车也是了如指掌 可是最近她发现车在晴天之后总是湿漉漉的 也找不到原因 又趁着晴天出去郊游的时候 打开车顺便晒晒 心想可能是潮气太重 这一晒不要紧发现仪表里也有水汽 于是马上开去修理店修理 修理店的师傅把骑车全身都检查了一遍 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坏掉 于是师傅打算把仪表卸掉 没想到在仪表里发现了绿色的液体 经过师傅的再一次仔细排查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原来是这辆车买的时间太久 又没有经常保养 暖风箱里的暖风水就不经意流了出来 虽说漏水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时间一长积水一多就会累积到车里 这就是为什么晴天之后车里总会湿湿的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就好解决了 师傅给换了一个暖风箱 然后又把车内弄干 总算是处理好了 在这里小编不得不多说一句 对于爱车的日常护理还是不能少的 虽说车子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但是时间一长难免会出现问题 还是经常检查一下比较好 并且一些刹车油什么的也要定期更换一下 再好的车时间久了不保养都会坏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